全英国有超过40万工部门的工作人员 就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举行了罢工抗议活动 同时有数万名修班员警对政府的警方改革计划表示抗议 数十万名来自英国全民医疗系统边境部队教师等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 就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举行了罢工活动 与此同时伦敦也有超过22000名修班警员举行了抗议活动 对政府的警方改革计划表示了抗议 政府也对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的监狱服务人员及法院工作人员的非法罢工提出了批评 要求这些抗议人士立即复工 而英国警务国务大臣尼克霍伯特也表示 警方改革是削减英国财政赤字所必须的 我们必须要与财务 而反对党影子内政大臣也对政府的警方改革计划提出了批评 政府表示现行的养老金政策并不公平 因为人们平均年年的增长给英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如不改革政府将负担不起如此高额的财政支出 但工会成员表示 人们需要付出更多 工作更长 而获得的养老金却在减少 这样的改革并不能让人们接受 凡是曲子恒 英国伦敦报道